我们常说要活就要动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日前是邀请专业的棒球队 前往到花莲的偏乡社区 带领着对棒球临经验的 阿公阿嬷们一起来玩棒球 站上打击的位置 在专业球员的指导之下 用力挥出了精彩好球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远从台中来到花莲 举办棒球体验活动 鼓励长者们要多运动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 可以带到更多偏向的机会 所以我们想说可以媒合到花莲这样子 那刚好结合我们花莲有一支 马拉道的球队 那也是我们布劳当球队 可以跟社区的长辈一起做交流是最好的 把这样的活力带到社区 让我们社区的长辈也可以知道说 原来他们这个年纪还可以打棒球 还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还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好 放下来 膝盖踢一踢 膝盖踢一踢 好 先点地 好 转一转 运动之前最重要的是 事前的暖身一定要落实 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之下 阿公阿嬷们先从最基本的肢体转动开始 再透过运绿带练习增强激励 为下场投打棒球 做好准备 做不到球啊 这样你看 你看 也做不到 也弯都不会弯 你弯都不能弯 要保掉那个球 参加这次活动的全都是棒球 零经验的阿公阿嬷们 过去对于棒球运动完全陌生 透过不老棒球队员们的引领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出门健身 有益健康 休息的时候不到球场去 流流汗运动 在家里 就是没有精神 在家里就是躺着看电视 吹你们去 其实都不好 真的应该到外面来 流流汗运动运动 真的是会比较好 活动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年龄 而停下脚步 长辈们也互相加油打气 老后的生活依然冲劲能够十足 人间新闻 我们想要在花铃的采访报道